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街舞,大秀很有态度 有趣又可爱,摩托车舞步,创意十足 这次王一博的出场方式很特别 这段舞蹈在摩天大楼的天台上完成 YPOP嘻哈风格明显 西瓜红的工装裤很乍眼 还有粉色的毛线帽 配合王一博的舞蹈 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跟酷炫的黑豹全然不同 王一博的这段舞蹈中 创意性元素很多 特别是他的各种表情 很具有喜感 特别的可爱不说 还带有点顽皮意味 同时呢,很多的元素都融入了其中 值得关注的是 王一博做了一个摩托车的动作 特别的形象灵动 再加上王一博的舞步动作干净利落 卡点也极度的舒适 整个编排风格明显 创意十足 果然是一年更比一年强 王一博越来越有自己的态度 率性而舞 玩具的想法穿插其中 让人看他跳舞 更多的是在欣赏一段舞台剧的既视感 表达的想法也直接 让人看得懂其中的内容 这种方式的街舞 更有故事性更有记忆点 才会吸引人的目光 的确跳街舞的王一博 是一个潜力股 时刻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王一博从来不会原地踏步 三年来 从第一次的黑豹形象出现 威压的运动 腾空而来 到第二次的SWY 棋盘阁的方式出现 再到这次的天台朋克风 各种玩转街舞的方式 越发成熟有个人特色 王一博的进步 的确很大 不复所望 才能打造独特风格 这就是街舞中 我们重新认识了王一博 一个钟爱hiphop的街仔 到去年的各种舞种的 全能型发挥 再到如今多元元素的 融会贯通 王一博的街舞之路 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喜欢街舞的人 逐渐改观了 对王一博的认知 内于中 街舞实力天花板的存在 专业舞者也不过如此了 更多街舞专业人士 看过王一博跳舞的 都对他的freestyle 竖一个大拇指 好了 这就是街舞的热度中心 始终都围绕着王一博 毕竟时隔八个月 才能等来一次 王一博的舞台 能不兴奋吗 从跨年舞台到如今 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 告诉你 主动营业的时刻 你看着都感觉 有点狂躁 密集型物料频出 像极了补作业的小朋友 等他进组拍戏后 你才懂得思念 真的是一种病 让人时时刻刻 想要知道他的动态 却一无所知 如今一出现 又是一顿狂轰烂炸 新鲜的王一博 一茶接一茶 稍微不留意 就错过了他的讯息一样 这种快乐 真的有点王一博的风格 透露下 王一博的八月 真的会每天 都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哦 街舞停不下来 新作品即将上线 各种红毯公开场合 出现的机会 更是接踵而至 请接受来自王一博的礼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